大家好,我是冰哥 剁椒鱼头不要总是蒸着吃了 像我这个做法比蒸出来的更肉味,更好吃 而且肉质稀嫩,不腥不柴,还特别的开胃 再往里面配上一点自己爱吃的小菜,简直是一绝 做法也非常的简单 废话不多说,下面就请跟着我的视频 看我是怎样做的吧 做剁椒鱼头,一般是小鹰这种胖头鱼 也叫熊鱼 今天这个鱼头老板已经帮我处理好了 在家里面只要简单的将它清洗干净就可以了 然后再把鱼头放到菜板上 用刀在它的骨头处和肉厚的地方改上一刀 那样方便入味,也更容易熟 将改好刀的鱼头放到盘中放一旁备用 再准备一把大蒜 将大蒜先用刀拍碎 拍碎之后,再改刀将大蒜切成蒜末 切好后,装小碗中放一旁备用 再准备一块去皮的生姜 将生姜切成薄片 再将它切成姜丝 最后再将姜丝切成姜末 切好后,和大蒜装一起备用 再准备几个新鲜的小米辣 将小米辣切成圈 切好之后,和姜蒜装一起备用 然后再准备小半个洋葱 将洋葱先切成长条 再改刀将洋葱切成小块 切好后,和姜蒜小米辣装一起备用 下面我们来准备一点配菜 准备一块新鲜的白豆腐 将白豆腐从正间切开 再将它切成长条 最后再改刀将它切成小块 切好之后,装一旁备用 再准备一点新鲜的黄豆芽 将黄豆芽去除根之后 再将它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之后,也放一旁备用 然后我们再准备一点剁辣椒 将剁辣椒装入一个漏室里面 今天的鱼头比较大 所以我们要多准备一点 然后再用清水将剁辣椒冲洗一遍 因为剁辣椒还是比较斜 我们必须洗掉多余的盐缝 然后沥干水缝放一旁备用 下面我们起锅加入适量的水用油 油热后下入姜蒜 开中小火快速的翻炒 把它们炒香 炒香之后 再把刚才清洗好的剁辣椒给加进来 再快速的翻炒 把剁辣椒也要炒香 炒香之后开始调味 加入一小勺生抽 一小勺蚝油 再加入一勺鸡精 然后再快速的翻炒 把调料翻炒均匀 还有炒干它的水分 炒好后将它盛出 装入碗中放一旁备用 然后再次起锅 加入适量的水用油 油热后下入姜蒜 小梅辣还有洋葱 开中小火将它们炒香 炒香之后 再下入刚才清洗干净的黄豆芽 用手将它铺均匀 再下入刚才切好的白豆腐 同样将它铺均匀 鱼泡是个好东西 我们也把它加进来 再把刚才改好到的鱼头 也铺在上面 再把刚才炒好的多辣椒 均匀地铺在鱼头上面 再用小勺将多辣椒铺开 然后在鱼头边缘淋上一点蒸鱼水油 最后再撒入半瓶啤酒 千万不要听信别人 加什么快要过期的啤酒 和昨晚喝剩的啤酒 然后再扣上锅盖 开中小火焖8-10分钟左右 好了 时间到 我们打开锅盖 哇 太香了 然后我们用筷子 在鱼头上轻轻地一搓 能够轻松地搓下去就可以了 好了 出锅 将鱼头装入一个大盘里面 就可以了 然后在上面撒上一点葱花 点缀一下 就可以上桌开吃了 一道非常好吃的剁椒鱼头就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的剁椒鱼头 比蒸出来的更肉味 也更鲜香 做法也非常的简单 再配上自己喜欢的小菜 比如金针菇 豆芽 豆皮 粉条 面条 都可以 吃完鱼头之后 里面的汤汁 吃完鱼头之后 里面的汤汁用来拌饭拌面 都是一绝 喜欢的朋友 就收拾起来 自己在家试试做吧 亲爱的朋友们 视频都已经看到这了 如果我的视频 对您有帮助的话 麻烦深重您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免费的小行星 鼓励一下 您的每一个点赞 关注 留言 都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也是我前进的动力 非常的感谢大家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先分享到这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